由文章马依丽夫妇共同打字的电视剧《小爸爸》日前正在北京热拍 由于这是两人婚后第一次演情侣 加之马依丽身兼制片人 文章身兼导演因此备受关注 12月26日媒体探班《小爸爸》剧组 当日正在拍摄马依丽与别人的相亲戏份 作为导演的文章严肃地坐在监视器前 时而沉思时而对着对讲及说戏 颇有导演的架势 只是看着老婆和别的男人相亲 不知作为老公的文章信中做何感想 今时今日我的身份不光是她的老父母 还是这个戏她聘用的导演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得让制片人演舒服 我这文章啊你还真是大气 不过在剧中马斯林还有与别人的吻戏呢 你还能淡定得了吗 导演可能比我紧张一点 我的起步还相对来讲比较大 有个美丽什么感觉 她一定会在恰当的时间喊停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大气的人 文章能接受的尺度是什么 你能接受的尺度是什么 我老婆呢我问过她这问题 我说其实是她只要能接受的 我都能接受 说到相亲 马依丽在片场自爆曾相过一次亲 不过她笑颜相亲太不靠谱了 要想生活过得去 文章我看你也是第一次听说吧 别惊讶你想说什么呢 是要说想要生活过得去 头上就得带点绿吗 多长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